OF 好繼續 把 阿羅多麻模型把它結束掉 所以這裡 其他另外的假設 叫作 这个资本跟投入存在某一个固定关系 这个假设其实也还可以 那所以这叫做K等于Sigma乘上Y 那Sigma是叫做资本产出比Capital Operation 那这里讲到这个消费函数跟凯因斯的是蛮接近的 他说长期的消费函数MVC乘上Y等于C 所以这个是索德 那Y是索德 这个跟我们在凯因斯模型讲的是可支配索德有点不一样 那当然这里其实没有提到证明 所以这个也是合理的假设 那索德等于消费加上投资 Y等于C加I 这个当然就没有政府部门 那投资等于资本的这个变动 所以I等于Delta Ke 所以是其末资本减掉其出资本 那所以把各个假设拿出来 所以9.18这个公式Y减掉C等于I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因为E减掉NPC就变成储蓄 那乘上Y 所以E减掉NPC等于NPS NPS乘上Y就等于储蓄 那储蓄等于投资 所以左边这个部分 其实讲储蓄等于I S等于I 这是一个捐量条件 那I又等于什么呢 等于Delta Ke 资本的变动 K又等于跟这个资本 更正这个资本K跟所得跟生产 有一个比例关系 叫做资本产出比 所以9.19可以导出这几个关系式来 那这里是Y 这里是Delta Y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公式做一个转换 所以Delta Y其实是Y的变动 然后除以Y 这个就是成长率 这个部分是成长率 那E减掉NPC除以Sigma 所以就变成这个东西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最右边的这个公式 最右边Sigma成长Delta Y 最左边的是E减NPC成长Y 那这个可以得到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E减掉NPC 等于 Sorry E减NPC除以Sigma好是等于成长率 那这个部分 各位就可以看到 它跟凯因斯模型又有一点不同 所以它的不同在哪里 我们说凯因斯的这个基本模型 它的成 资数层数是1-NPC分之1 1-NPC分之1 1-NPC分之1就是NPS分之1 所以NPS除去越少 它的资数层数会越大 那也就是说凯因斯基本模型里面 它要的是 多消费 多消费 那就是哈罗多摩模型 虽然它有一些部分用到凯因斯概念 但是你可以看到成长率G 等于什么 1-NPC成长 除以Sigma 所以 1-NPC是在分子 1-NPC在分子 1-NPC就是NPS 所以相对来讲 凯因斯 它的说法是 NPC越大 这个成长会越快 但是在哈罗多摩模型 1-NPC 其实是NPC 而是在分子 所以NPS 也就是除去越高 成长率越高 除去越高 成长率越高 所以这一点 它跟哈罗多摩模型是比较接近 跟凯因斯模型是相反 所以G 就是哈罗多摩里面 所讲的自然成长率 维持充分就业需要的 总和需求的增加率 这个也可以看到 我刚才提到 跟凯因斯模型 非常不明显 非常不同的地方 所以哈罗多摩模型 NPC 上升会使成长率下降 凯因斯模型的看法是相反 NPC越大 层数效果越大 当然 这两个模型又不一样 所以哪一个模型是对的 所以其实就要看看个假设 这个是 一个 模型里面 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它的假设是什么 是不是 当然 这个两个模型跟磁器运作 还是有相当的差距 那哈罗多摩的模型 有叫做剃到边缘的模型 raiser edge equilibrium 因为 如果它的生长率偏离的均衡 这个经济体性 就会持续处于四行状态 这个也是有点怪 但是也跟它的假设有关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充分就与一下 这个产能是Y等1000 它的生产是1000 那资本产出比是4 那根据上面的观点看 现在的资本假设是4000 NPC是0.6 所以NPS是0.4 所以得到成长率 就会变成0.1 那这个考试可能会考 考一个 这个成长率 这样子的观念 那按照目前的GDP 储蓄是400 然后成长率是100 那在这个情况下 维持这个均衡的生产 必须再投入 这个400的资本 那这个数据是更好 I等于S 那如果 新的生产水准之下 消费是0.6 我刚才讲 这个NPC0.6 那乘上1100 就变成660 那10%的所得增加 那所以就有一个 这个需求的缺口 440 那这个投资也刚好440 所以CGI等于110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经济体系是达到均衡 那如果假设实际的投资是450 那加上这个消费是600 那这个时候变1050 那超过现在的产额1000 那为了要这个满足这个多出来的50 必须再加上200的这个资本 也跟资本产出比 那但是储蓄率只有400 所以有不够 所以没有办法再支援额外 多出来的资本需求 经济体系的失衡就会更严重 那当然在这个Hallodom的模型 这样子看是有点怪 这个变成只要经济一失衡 就会这个越来越严重的失衡 这个当然就有一点 这个让人觉得不满意的地方 那如果投实际的投资比均衡来的小 会发生什么状况 所以假设实际的投资380 然后消费600 所以整个需求变980 比实际的产能要来的小 所以产能跌到980 产能过剩 那就没有任何的投资必要 那整个总和需求会继续下降 消费跟着下降 所以失衡也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有点怪 当然就跟他的投资生产 更正跟他的假设有关 所以为什么这个Halodoma的模型 叫做剃道边缘的均衡 他的一旦脱离原来的均衡 就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均衡点 这个就跟古典理论 还有我们一般的概念就差很多 好接下来看 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成长 其中一个最大的因素叫做移民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 各国都要用这个非常好的誘因 吸引优秀人成 最大的目标 其实就是复国强兵 那近来欧洲有这样的概念 所以荷兰兴起跟法国 这个1685年废止 这个南特策定有关 Elias of Nantes 那新教徒不再被保护 那只是因为宗教 这个信仰的不同 那这些叫Vegrenats Vegrenats就大量的 教化移民 所以法国的经济活力就大减 那荷兰跟英国是最大的受益者 所以有时候 我们看到日本现在的状况 日本已经连续非常多年 这个绝对人口下跌 那但是日本人又不太喜欢 这个其他这个种族的人 这个移民到这个日本去 其实有不少台湾人叫到日本去 但是呢好几年后 这个都拿不到身份 那甚至有一些非洲人 在这个日本待了二三十年 然后讲话甚至比这个到日本人 讲得更道地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拿到这个日本的身份 那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也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 这个日本的经济活力 慢慢的下降 那相对来讲 美国一直都吸引非常多的移民 然后不管是商业界 还是这个在学术界 工程界等等 这个非常多的人到美国去读书 然后读书了就留在美国 那为美国奉献 那这个 所以 曾经 这个美国的 这个国防部长 Rumsfeld 曾经讲过这个欧洲是老欧洲 某个程度上也是对的 不过这一两年来 美国的出生率也开始在下降 但是这个基本上 因为他们信基督教的关系 这个其实他们这个生小还是不会太少 两个三个 四个的也才能看到 但是台湾这就没办法 那台湾 某个程度上也是在限制移民 其实这个不太对 有的人讲说 我们要吸引这个高科技的人 来台湾 移民到台湾 事实上 这个有一点点的狭隘 因为事实上 一个国家的行程 其实需要非常多的人 所以 美国人 可能讨厌这个拉丁裔 这个中南美洲的移民 这也是错 因为其实有很多美国人 他也不做这种劳力密切的工作 事实上 比如说要 收成这个樱桃 橘子 草莓等等 这个都需要人力 那美国人不做 找谁做 事实上 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些 农业 生产的这些工作 其实薪水也不低 薪水也不低 当然是非常辛苦是事实 那美国人不做怎么办 台湾人也是 这个台湾有一些工作 其实 给非常高的薪水也没人做 所以怎么办 那当然引进外劳 在疫情的这个情况下 其实就出了一些问题 那事实上 台湾的绝对人口也开始在下跌 所以 吸引移民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 中古世纪的欧洲 这个宗教破坏的事件 非常的多 那所以为什么会有 那个五月花号 这群英国人跑到 这个北美13州去指明 原因也是宗教破坏 所以 英国其实说起来也有点笨 如果他们不做这些宗教破坏的事情的话 那其实美国的北美13州也不见得要独立 那这个时候的英国当然就不同的这个情势 现在的美国可能是英国的一部分 但是 情势发展是意外 很多人都只看到眼前的尽力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那这里看到欧洲人口明显老化 美国 那 采开放的移民政策 所以 世界各国的这个精英 到美国 追求美国梦 那其实是一般的劳工 他们一样能够 这个有非常舒适的生活 那所以美国还是一直非常 的吸引人的这个地方 所以人口 一直在保持生长 不过我刚才提到 美国现在的人口成长率已经 开始在下跌 所以美国会比欧洲有更多活力 其实有原因的 各位可以想象的到 要去移民的人 一定是 比较有活力 那 劳动力比较强 那个Motivation 这个动机 也会比较强 所以工作起来 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一个 活力非常的大 那所以美国的这个经济活力 等等都比 还有经济成长都比 这个欧洲要来的大 当然有它的原因 那各位也可以看 这个主要的 这个网路公司 算得出来的 大概也都是美国公司 比如说Google 对不对 Facebook 还有那个叫做IG 那这个Microsoft Intel 你大概可以算得出来的 软体公司 比如说Salesforce.com 还有 另外一家叫做 Sun Sun Microsystem 这个大概都是美国公司 然后另外一家 他生产这个网路器材 这个Cisco 所以这个欧洲可能要自己检讨 这个很多不同的政策 当然也可能是制度上 在鼓励创新的这个部分 欧洲可能会限制多一点 所以欧洲也在讨论说怎么样 这个培育自己的这个科技公司 以其用外在的力量去培育 其实重要的还是制度 所以我们从课的开始一直就在谈 其实整个这个经济成长的最重要的关键 其实还是制度 那当然你制度好的话就有办法留住人 那制度不好的话就会 这个有这个叫做 人才流失 这个英文叫做Brain Drain Brain Drain 好 重要名词 Hardoma Leontic 这个生产函数等等 还有索罗残杂像黄金法则 黄金法则指的是 在稳定精神之下 让消费者 就一般人能够有最大的消费 那经济成长这个概念 好 所以马尔萨斯对习奇 马尔萨斯对经济成长的看法 当然是悲观的 这个人口的成长速度 大于糧食成长的速度 到最后呢 当然人口就没有办法撑下去 所以就有饥荒就有战争 到最后人就因此而死亡 人口减少之后 就会再一轮的循环 所以 经济学之所以被叫做 Dismal Science 悲观的科学跟这个也有关 那锁头长达项 讲的是 从生产凡数 Y等于F LK A 这三个变数 那所以可以从劳动跟资本 可以看到 这个经济成长的这个部分 那有一个部分 看不见了 那个就是 这个技术 所以这个技术的这个部分 就是所谋成杂项 好第三题 他说 除去率上升 根据所谋模型 平均美人资本所得有什么影响 那如果是除去率上升 平均美人资本会增加 所得也会增加 那包括了 这个总额的资本 跟总额的所得也会增加 那根据所谋模型 这个人口成长率增加 平均美人资本跟所得有什么变化 那人口成长率上升的话 因为需要分配更多资源给这些人 那所以平均美人资本会减少 平均美人所得也会减少 那所谋模型里面所讲的这个 黄金法则刚才就提到了 这个黄金法则就是要让每一个人的 这个消费变成最大 那这个时候的MPK 所以我们有提到 要让这个每个人消费最大 需要做一条线 平均于Delta-K 这个折旧 然后切于生产函数 所以你会得到 这个生产函数的这个斜率 那当然就会是MPK 这个MPK成Delta 那考虑人口因素之后 这个生产的效率就要变高 MPK就变成Delta加上N Delta是折旧率 N的话是这个人口成长率 那所谋模型跟凯因斯模型 对刺激经济成长的方法有什么不同结论 这个我们刚才一直在讲 讲了非常多次 凯因斯模型里面的投资 它大概就只有需求的角色 但是在索罗模型里面投资 还能够扮演 这个生产函数里面 可以增加生产力 因为牵涉到资本的变化 所以凯因斯模型里面提到 要刺激经济成长就是要多消费 但是在索罗模型里面 如果储蓄率增加的话 其实成这个平均美人资本 平均美人所得都会增加 那一般在索罗模型 折旧率的增加 就变成说 要有更多的储蓄投入 才能够弥补那个折旧的损失 那所以平均美人资本会减少 平均美人所得也会减少 好索罗模型里面讲经济成长率上升 对平均美人所得跟资本会有什么影响 那成长率上升的话 经济成长率上升 因为你要有更多的资本去 支持这样的成长率 所以平均美人所得减少 平均美人资本减少 但是在总资本跟总所得 这个部分就不一定 这要看韩线 那Haludoma的这个成长模型 有一些基本假设 那这个请同学看书 就提到 包括生产函数 资本产出比 还有这个消费函数等等 那为什么这个Haludoma模型 里面的均衡叫做气道边缘均衡 我们刚才就举个例子 如果这个资本这个需求量稍微高一点的话 那当然要有更高的储蓄 那这个就会造成失衡 另外也是 这个是跟他 另外一个就是需求不够的时候 那这个是他模型一个特别的地方 当然 这个也是一个让人觉得遗憾的地方 就是 这个模型基本上可以解释一些事情 但是 在失衡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回到均衡点 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那这里我们在谈那个金融海啸 这个也跟经济成长有很大的关系 在19世纪20世纪初 这段时间其实投资是影响景气循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 所以当然投资越多经济就会成长 到了这个1960年代之后 那整个经济状况开始在转变 其实影响这个整个景气的是消费 所以基本上投资所占的角色没有那么大 那只要能够透过这个货币政策调整这个利率等等 就可以让整个经济循环景气循环很快的就恢复 那但是在1990年代跟2008年 这两个不同的时代就变成是投资 尤其是金融面的这个投资 那1990年代 1990年代末期讲的就是网路泡沫 网路泡沫是因为这个网路出现 这个非常新的东西大家就一直在投资 那事实上这个也是因为对网路的作用 它的功能不是那么明确 那整个到网路泡沫结束之后才发现说 这个网路它真正对人的影响是怎么样 那2008年的话是几个重要的这个金融商品 的这个流行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最重要的关键是 大家都认为景气就会一直好下去 那时候还有强调这个什么知识经济学 所以这个景气循环就不会再存在了 事实上这有点荒谬 那金融海啸我们来看 其实是几个让人家觉得非常困惑的新发明 这个叫做衍生性金融商品 那很多都把它叫做toxic asset 就是有毒资产 那有一些联动债也在台湾出售 其实这些东西简单的讲就有点像赌博 那整个回机的这个症结 其实是叫做代理问题 那所以金融海啸 虽然是因为这个房屋贷款出问题 那有人把它叫做次级王贷 那讲到这一点 事实上2008年的这个危机 跟1990年代的这个危机 也非常接近 其实都是因为房屋贷款出问题 那景气过热 景气过热 景气过热 中央银行总是会出手做一些政策 那这个政策也很简单 景气过热 最简单的政策就是调升利率 那调升利率之后呢 因为银行的资产是贷款 最大的资产贷款 那房屋贷款也是 我们也讲过这个利率上升之后 债券价格会下跌 那这个房屋贷款一样也会下跌 那这个就会造成这个 经这个银行面对这个资产缩水的这个危机 那所以其实1990年代的这个 Savings and Loans 这个叫做除贷机构 其实是也是这个专门在做 房屋贷款的这个机构 那这个2008年的这个危机叫做次级房贷 所以其实很简单的问题 银行在面对景气不好 利率上升的时候 总而言之就是会出问题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为什么我们会讲说 这个金融海啸的这个问题是 叫做代理问题 那所谓的代理问题 叫做Agency Problem The Agency Problem 或者Principal Agent Problem 那也叫做主顾关系 只要有授权 就会发生这个问题 那很多人会把这个 The Agency Problem 把它翻作机构问题 那这个真是很糟糕的翻译 这个机构问题其实是 讲的是Principal Agent Problem 那所以老板交代事情 要下面的人做 任务是不是完成 那当然要去监控 要去监控 那这个在一般的公司行号 其实问题还好 但是发生在金融业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出现 那首先讲到这个 危机的这个导火线 叫做Supprine Mortgage 叫做次级房贷 那所谓的次级房贷 这个次级其实是 讲的好听 其实就是烂房贷 那照理说 这个银行在做房贷的时候 他其实要去考虑到 这些人 要来借钱买房子 是不是有钱还 所以照理说要做这一些 的这一个监控 那后来发明那种东西 叫做金融资产证券化 那金融资产证券化 所以本来银行 在做房贷的时候 需要去看这些借钱的人 他到底有没有钱还 他的所得是不是固定 可是因为 可是因为他们这些人 发明了这个金融资产证券化 所以他把这个金融资产证券化 这个东西 也就是把那个房屋贷款 包装成另外一个商品把它卖出去 那所以 导大煤 如果这些房屋贷款出问题 导大煤的是 买到这些 刺激房贷的投资人 银行呢 一点关系也没有 所以银行就不在乎了 所以后来 有出现一个名词 叫做 Ninja Ninja叫忍者 那各位都可以想象得到 这个 当一个非常 有趣的名字出现 那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整个经济出问题 就跟 华尔街在 19 这个 29年 1930年的时候 这个连 插鞋筒都在买 股票 那你就会想得到 这个其实是真的出问题 那所谓的Ninja loan 人者贷款 讲的是什么 no income no job 所以 因为 大家对房屋市场的这个评估 非常的乐观 也就是说 很多人 他要去买房子 那当然需要贷款 然后对银行来讲 他会告诉这些要贷款的人 因为 你买房子 没有钱也没关系 因为再过几个月就涨了 你就可以把它卖掉 所以呢 你没有钱买也没关系 他也愿意借给你 所以简单的讲 大家都被冲昏腾了 那 这个 美林 这家公司 他 也做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那当然有一个电影 叫做The Big Show 如果各位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就可以知道整个这个情节 真的是 是荒谬透的 那所以 一堆人就一直在热衷做 这个 房屋贷款 那 一直在炒作这个房屋市场 那甚至于有时候 有时候这个 我们讲到这个房屋贷款 甚至于 有一些人是专门在雇佣替人家签名 所以 这个简单的讲 这个里面 这个荒谬的事情非常的多 如果各位有兴趣 可以看The Big Show 这个电影 然后这本书也可以拿来看 因为晓得说 里面有一堆 这个让人家觉得 很糟糕的情节 那 这个花旗银行 也因为这个 刺激房贷出非常大的问题 最后花旗银行的 这个股票价格 低于一块钱 那低于一块钱 在美国的这个 证券市场 如果一家公司的股票 低于一块钱超过了三十天 就必须下市 所以现在如果各位看 花旗银行的股票 那抱歉 最近没有特别去看 花旗银行的股票价格 可能几十块钱 但是你要了解 这个几十块钱 其实要再处理二十 因为 他做了一个反向分割 让自己能够脱离被 这个下市的这个危险 那 这个花旗银行也是很荒谬 这个接受 美国政府数百亿的这个贷款 那结果 花很多钱在这个噴射科技上面 其实没有刀 前面放在刀口上 那美国的这个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也是 这个花了一百二十美元 去装潢办公室 各位可以想象的到 一百二十美元 已经可以买 这个 可能两三栋房子都有 那当然普段的房子可能买更多 那结果他是来装潢一个办公室 一百二十万美元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因为这些银行 认为自己大到不会倒 那就会造成这个道德风险 为什么 那 因为 每家银行 都会认为 他不会倒 所以政府一定会救他 那所以他 这个扯烂物 做的这些蠢事 就会更多 因为他不担心 做这个事情 因为政府一定会救他 说实在话 这个也是这种心态 到最后才发现说 其实有些银行就没有被救 包括这个贝尔斯丹跟雷曼兄弟 那不过各位了解 因为这些银行如果倒的话 其实 年代会让其他银行也出问题 所以很多银行到最后也必须被迫 跟雷曼兄弟银行做生意 因为希望他不要倒 不过当然最后这个是都 都是这个 烟消云善 好 那我们再谈一下 自己房贷跟资产证券化 我们刚才讲到 一般的银行把钱借出去之后 不管是房屋贷款还是什么 那这里他要提列一个叫做怪账的准备 那除此之外呢 他的准备金 然后这个房屋贷款就带出去了 当然银行的资金就变少了 那所以 在这个情况下 发明了金融资产证券化 比如说一家银行做了1000万的贷款 当然1000万的钱就出去了 但是他又把这个房屋贷款 又把它包装成一个商品 再把它卖出去 结果1000万又进来了 那除此之外 又衍生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本来这个银行 他要负责收回收这个贷款 当然他就会很注意 这个贷款人的信用跟所得 那但是呢 一旦发生了 这个金融资产证券化 他就不必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如果房贷出问题 那有风险的是 买这些金融资产证券的那些投资人 所以这个 就引发第一个危机 那这个就代理危机 这个叫做代理问题 因为本来银行要去处理这件事情 控管贷款的信用 但是现在呢 这个事情变成是投资人在做 那投资人 本来他在买一些商品的时候呢 他需要去了解 他买的到底是什么商品 那可是一般投资人 也没有时间去看 这个共贷说明书 所以就仰在 那个信贫机构 那问题信贫机构 为了要做 这个投资银行这些生意 那所以呢 他竟然会设计一些模型 来配合这个发行这些金融资产的人 那所以说本来有好几个把关的人 第一个把关的人是银行本身 但是银行因为有金融资产证券化之后 他就不管这个事情 那再来呢 投资人也要去看 但是投资人是信赖这个信贫机构的这个平等 但是信贫机构呢 照理说他要做法官 可是为了他要赚这个生意呢 他其实是跟发行这些金融资产证券化的这些公司 这些银行来配合 所以最后几个关卡都失效了 那当然最后应该负责任的还是投资人 那投资人 在一个新的金融商品这个发行之后呢 投资人也不管 那个叫做 这个Credit Default Swap CDS Credit Default Swap 叫做信用违约交易 信用违约交易是什么东西呢 是说如果 如果这个他买的金融商品 投资人买在金融商品出问题的时候 他可以达到理赔 所以CDS基本上是一个保险 但是问题 你买保险是去 这个 让自己投资 能够获得 一个保障 如果当然投资出问题的时候 可以得到保障 但是相对来讲 他就 不要不去理会 这个他到底买什么投资商品 因为不管怎样到最后都有人会 这个 理赔 所以他变成投资万无一失 所以 这个 整个金融海啸 他的这个问题的症结 其实是 代理问题 所以让 几个金融市场 一个 管控风险的路口管道 都是 这个 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那我们再回味一下 这个1980年代 1980年代 我刚才讲过 也是这个房贷的危机 跟2008年很接近 那 当然这个性质不太一样 1980年代 这个 炒作风潮 是从垃圾债券开始 那2008年的话就是CDS Credit Default Swap 这个信用违约交易 所以1980年代的垃圾债券 那这个垃圾债券 其实也还好 对不对 已经告诉你那是垃圾 那所以有人把它叫做高值利率债券 那各位也很清楚 这个高值利率 就是高风险 那这个垃圾债券 让人家看 有可能会 这个 这个至少还有一点警觉 但是对 这个 信用违约交易来讲 这 情况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2004年 美国资金宽松 那美国为什么会资金宽松 说实在话 也就是亚洲 这对国家 有非常多的这个 贸易 粗糙 然后多了一些钱 那这个钱放 自己国家身边也不对 所以当然就去买美国的国库券 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负债本来就很高 照理说 它的债券 殖利率应该会上升 但是一堆亚洲国家 还有包括欧洲 有一些国家也一样 他们都想要借出口来刺激经济成省 那结果 这个贸易粗糙 一直在增加 那当然 手头上的美金就越来越多 然后就会进到美国市场 那美国市场变成有便宜的资金 不用白不用 那这个钱 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就落在房子里面 房子 所以房屋市场呢 非常的热络 两三个月 房屋涨了就可以赚利 那所以业务人员 才不管这个消费者的所得或信用 就全力这个推销房子 告诉这个买方 你买的房子就会涨 这个根本就不会有负担 那甚至于因此有发生这个贷款的改变 所以本来是20年 然后变成30年 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个超低利率 甚至于前几年 只付利息不但还本金 那这个对整个经济来讲 当然就誘因非常的高 让这个房屋市场一直在往上 那经济逐渐好转 那通货膨胀的风险也变高 那如果这个时候 这个美国联邦准备银行 调升利率 那当然房屋贷款的负担就会变重 所以基本上 2008年的这个经济危机 跟这个1980年代的危机 其实相似处非常多 在1980年代的危机里面 其实问题更大 因为要处理的这个债务非常的多 所以美国的中央银行跟政党 美国的这个存款保险机构 甚至于到最后 等于是宣告破产 只是因为这是一个 国家在支撑 要不然的话 这个 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所以一样是利率上升 银行资产的 这个账面上的这个资产开始恶化 银行倒闭非常多 那本来在1933年 这个1934年 这个法案通过 美国的银行有 这个必须要有存款保险 那这个存款保险 照理说也是一个保障存款人的 非常好的这个机制 但是因为有存款保险的关系 有一些体质不好的银行 他为了要这个解救自己的危机 那结果呢 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 大量的用高利率来吸收存款 因为缺钱 就用高利率吸收存款 这个成本要谁来负担 其实就是美国的这一个 保险 这个银行的存款保险这个公司 那所以 虽然有一个保证的机制 但是到最后 其实反而让问题更大 就跟CDS 是一样的这个问题 那所以一般从业人员 这个照理说 他应该要去接受银行的监督 然后他要去 考察 贷款人的这个信用等等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都失去他的作用 所以一旦市场的利率调升之后 就麻烦 当然这个现在的情况就不太一样 现在的情况 贷款的利率大概都是浮动 所以如果市场利率调升的时候 这个贷款的利率也跟着调升 所以基本上 现在的银行 如果遇到利率调升的这个冲击 大概会小一点 那金融资产正确化 把商品包装之后 那当然这个投资人 将来有损失是投资人在承受这个损失 不是银行 而且银行 发行这些金融商品还可以大赚一笔 所以这个有了这个金融资产正确化 虽然是一个好的发明 然后对银行来讲 有百利而无一害 手上又可以多一些钱来运用 但是这个是很麻烦 所以金融资产正确化 有正面的贡献 那但是呢 这个长期以往 这个结 这个代理问题的这个问题出现 让整个情势就很糟糕 那事实上银行本来就应该会倒 如果各位上这个 财务管理的课就会提到 这个叫存续风险 银行为什么会倒 因为银行的资产都是长期的 那 负债呢 大多数是短期的 那当然某个程度上来看 这个金融资产正确化 更正好可以解决银行 存续期间的风险 但是 这个 金融资产正确化 这个水可以在州也可以负州 这个用的带破五 到最后 还是发生恶果 那现兵公司诸咒为虐 这个我们刚才就提到了 本来 他应该替投资人把关 但是为了他要赚这个金融资产正确化这些钱 所以他自己发明了一个模型 来配合这个银行 让他能够发 让他发行的这个资产能够达到这个投资级的水准 那事实上呢 里面包装了一些很糟糕的投资商品 那虽然这个都有担保 但是如果你的最后的担保是 这个有问题的房屋贷款 那个担保品当然也都没有用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没有做适当的评估 就把它卖给这个投资大众 那投资大众照理说自己要负责任 他应该要去看 这些投资商品的公开说明书 但是他们完全仰赖这个 信贫公司的这个评价 这个其实他们要自己负责任 那再来的话是 信贫机构也只有几家 那他们做的事情 这个扯让步的也多 所以其中一个例子是世界通讯这家公司 在破产的前一天 信用平等才被调降 所以信用平等的公司他们 为了要获利 其实有些事情也没办法 所以这个三家评比大的公司 S&P 然后这个Moodies 然后再Fitch Fitch的这个翻译就是惠玉 那所以满足银行投资人的高获利 低风险的需求 把不同等级的这个贷款包装起来 那事实上出问题的时候 这个违约就开始了 那投资人最后还是会血董不贵 那因为他们到底包装的商品不知道 那个模式 有时候根本就是胡搞瞎搞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的到 这个贝尔斯登跟雷曼兄弟 是全世界第四大跟第五大的 这个投资营廊 最后还是倒了 所以 anyway 这些 所以将来各位自己在买 什么投资商品的时候也要都特别小心 那信平公司在这个法官 所以 有代理问题 因为 银行 在发行这些商品的时候委托他 他们去 这个做平等 但是 他事实上也没有好好做 因为 他跟银行之间 也有生意关系的来往 如果他 把这些商品 这个平等都没有办法让他过的话 那当然就会出问题 生意就没得赚了 所以基本上 这个1990年代 发生的是会计公司 因为会计公司也在做银行 但是他为了要做 这个其他的这个 投资评估的这个生意 那所以呢 在这个银行的时候 也会放水 所以 有一家非常著名的公司 恩隆案 恩隆就因此而出问题 那 再来的话 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人物 是美国中央医院总裁 他曾经讲过 Ben Bernanke 这个房屋价格不可能下跌 那这个就 很糟糕 因为如果是一个普通人讲 当然相信的人就不多 可是Ben Bernanke 他在电视上曾经这样讲过 所以 当然对一般的老百姓跟 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投机客 就会有一些影响 那当然就会让这个房地产 一直炒作不完 可是当利率在调升的时候 大家还是得面对现实 那在这个阶段 另外就是 一堆新兴国家 然后 这个开始在发展 对原物料的需求大增 然后能源的市场 也是非常的热 那所以 当时的油价 炒到一桶要145美人 所以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不只是美国而已 全世界的热 当然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这个 中国的崛起 那我们就到 这里休息 然后下一节课 下个礼拜 再继续 再回复 接下来 多看 这边 下来 再次 下来 再来 再来 第二 下来 下来 谢谢观看